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保守深圳一岁区 春风松软如图书 这些事是代表中国的春节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韩子叔叔 我要祝你们春节快乐 中国的春节是中国最大的节日 中国人都要回家看家里的人 春节是中国人对家的想念 对亲人的思念 也是中国人对幸福的追求 我在中国已经看过差不多20个春节 春节的时候中国人喜欢写毛笔在红丝的纸上 然后贴在门上 我也写一个副字 古代的中国人他们喜欢喝酒 所以还要吃饭 他们吃的东西他们喝的东西 他们会放在一个瓶子里面 特别是酒 所以如果你有酒瓶你会很丰富的 所以这个是个酒瓶 古代的他们会写的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瓶子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然后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瓶子对不对 像不像 那这个如果你有酒瓶你是丰富的 可是这个丰富也是靠运气 运气是从神的来源 所以这个旁边他们有一个石子 这个本来是一个鸡胎的意思 下面有一个东西要给神 所以这个是福的来源 这个是装铁子的两千年一千的符 可以看这个酒瓶 还有鸡胎 中国人有一个习惯 他们春年的时候 他们会贴在门上倒过来的 这个意思是说 这个丰富的运气会导进去你的家 在西方我们也有这个习惯 每个麻屑是这样子 好像一个瓶子一样 我们可以有的时候 会在门上倒过来的方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意思 这个龙是前铁子的龙 中间的那个杏 我是特别学加工文 因为这个是一个石子路口 这个是代表杏的意思 行道行路的意思 就是在石子路口 所以这个龙在石子路口上进来打打 所以就是龙进来 跳来跳去 大家都快乐 今天是龙年的春节 我祝福所有的热爱生活的人 要龙行打打 在石子路口上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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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衣服应该是保暖的 如果没有烂掉 我不会买新的衣服 这个龙它有五个角 所以这个也是高级的 我觉得这个衣服漂亮 生气质 春节的时候 中国人都喜欢吃好吃的 现在在网络买东西是很方便的 所以我买了一些东西 刚刚到了 这个是中国的牛肉干 这是我的年货 我的哲学是活到老学到老 永远愿意改变我的生活的方向 我61岁的时候我搬到中国 大部分的61岁的人他们准备退售 可是在中国已经退售了 可是我觉得如果我能活多久 我就要活到老学到老 所以我一直要研究汉字 一直要研究科学 在中国春节的时候 中国人会放红灯笼 这个会让大家都很开心 我看这个我也是很开心 在中国过新年 有一首故事是最有代表性 它是往事的怨儿 保住深圳一岁处 春风松软如图书 千门万户通通人 中国信套换救护 这些事是代表中国的春节 我要祝你们春节快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